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1月30日 港星郑玉玲晒出她在上海旅游的照片 除了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之外 她还去打卡了肖战的大屏 要知道在此之前 郑玉玲从来没有跟肖战有过交集 但也是妥妥的真爱粉 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白肖战 只要是肖战的影视剧 她都没有错过 看来肖战还是深受郑玉玲认可的 果然 优秀的人推崇的也是优秀的人 这还真不是空学来风 早在2021年10月21日 郑玉玲就亲自发文 为肖战打call 安利肖战的如梦之梦 对于肖战来说 能得到前辈的认可 同样也是她的荣幸 毕竟郑玉玲的咖位在那里放着 就连周星驰也会给她三分薄面 尊称她为嘟嘟姐 不过从郑玉玲发布的照片中 不难看出 现在的郑玉玲早已容颜不在 甚至看起来有点奇怪 这些都是因为她在年轻时 因为害怕衰老 在自己脸上添加了不少科技 现在看起来脸部非常不对称 毫无美感 近身照看起来 仅仅是科技感明显而已 但是郑玉玲和东方明珠的远景照 就更加一言难尽了 瘦得皮包骨一般 看起来非常不健康 好在现在郑玉玲的生活还是很富足的 年轻的时候挣到了不少钱 哪怕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也有一栋豪宅 完全不会为物质发愁 但可惜的是 郑玉玲曾经喊话 非周润发布嫁 没想到一语成衬 周润发结婚之后 竟然真的选择了孤独终老 郑玉玲家露台如今67岁依旧单身一人 无儿无女 但要真的了解郑玉玲 才会知道她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 家庭成为郑玉玲一辈子的阴影 跟所有悲情小说女主一样 郑玉玲的原生家庭并不是那么幸福 甚至成为她一辈子的梦魇 郑玉玲一家起初是幸福的 虽然并没有什么钱 但是好在一家三口能够带在一起 所有的事情好像都能迎刃而解 直到郑玉玲的弟弟降生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紧张 再加上父亲当时的工作很不稳定 郑不来钱的父亲突然变得十分暴力 都说凭见夫妻百事哀 郑玉玲的家就是这样的 她的父亲经常会因为一些琐事 就对母亲大打出手 而母亲则觉得父亲是一个无能的男人 郑不到钱只会拿女人撒气 久而久之两人再也忍受不了彼此 选择离婚 郑玉玲和弟弟都选择了 跟着脾气相对温和的母亲 这让父亲相当恼怒 直接拒绝支付抚养费 由着他们母子三人自生自灭 母亲因此一个人要打好几份工 郑玉玲就在那时暗暗发誓 自己一定要出人头的 以后挣大钱 郑玉玲本来以为 只要自己的学习成绩够好 就可以用知识改变命运 然而他将这个社会想得太简单了 高昂的学费让他止步于高中 他不得不另谋深入 他要尽快缓解母亲的压力 于是选择去报考TVB的学员班 没想到海珍就被选上了 之后他的事业可谓是一路顺遂 成为香港的顶流明星之一 然而这些风光的背后 其实全是郑玉玲的泪水和心酸 风光背后是泪水和心酸 当时2000人报名 只有40人得以入选 其中就包括了郑玉玲 然而TVB从来不缺美女 郑玉玲根本找不到机会拍戏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先去当主持人 之后曲线就戏 当时TVB推出了节目 这一代 领导曾正好想要从新人中找一个女主持 大部分女星对这样的工作都是嗤之以鼻的 毕竟当上了女主持很有可能再也没有演戏的机会 但是郑玉玲却不这样认为 她觉得只要自己够努力 能把主持人的工作做好 她就可以去获得演戏的机会 不得不说 郑玉玲的眼光还是非常长远的 年仅19岁的她凭借一股子冲敬而 成功争取到了主持人的名额 凭借着自身高超的业务能力 郑玉玲坐稳了主持人的位置 在任的两年时间里 给她带来了不少的曝光度 这个时候同批学员才后之后觉 郑玉玲这步骑走的到底有多妙 但是为十一晚后悔也没有用了 之后郑玉玲也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拍戏的机会 进入了电视剧《金刀琴侠》的剧组 跟她对接的正式大导演徐克 郑玉玲对这个机会十分珍惜 几乎天天泡在片场 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她实在是太响红了 她和徐克强强联合《金刀琴侠》上映后 还是获得了不少收视率 从此郑玉玲正式进军影视圈 之后郑玉玲的事业在上一层楼 跟周润发拍摄了电视剧《网中人》再次爆火 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两人趁热打铁 继续合作了 亲情或凤凰 两人一度成为最受欢迎的荧幕情侣 郑玉玲甚至放言 非周润发不嫁 结果没想到郑玉玲一语成衬 周润发之后并没有娶了她 而她的恋情也充满坎坷 一生孤独 无儿无女 非周润发不嫁第一段恋情 是跟TVB的主管甘果亮 两个人可谓是灵魂伴侣 彼此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到底想表达什么 之后郑玉玲更是在公开场合大秀恩爱 直接亲吻甘果亮 哪怕因为工作原因聚少离多 但彼此却非常有默契 反而越来越甜蜜 然而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 他们的恋爱长达十年 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正如郑玉玲自己说的 第七年就已经感觉淡了 两人迟迟进入不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一直这样拖 早晚会疲倦 再加上太了解对方了 也少了很多乐趣和惊喜 她的第二任男友叫做吕芳 是一个不太出名的歌手 自从吕芳和郑玉玲在一起之后 就放弃了工作 成为了家庭主夫 刚开始日子过得你浓我浓 但慢慢的也开始出现问题 爱情被日常生活里的琐碎消磨殆尽 两人在一起了16年 最后连一张结婚证都没有 令人唏嘘不已 而吕芳则在分手后大胆发言 跟郑玉玲在一起就像是坐牢一样 她觉得是郑玉玲束缚了自己 不给她自由 这些话也深深地刺痛了郑玉玲的心 如果在一起这么折磨 为什么不早说呢 何必背后诋毁 而分手之后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时吕芳想将自己一直开着的宝马车要走 结果郑玉玲不给 被不少网友说是吝啬 但事实上这才是郑玉玲的清醒之处 自己已经养了吕芳十几年 凭什么再给吕芳车子呢 而且她对于所有的事都有自己的准则 那就是能胜则胜 没必要的钱绝对不多花 只要请她拍戏 必须先付给她片酬 否则一律免谈 谁来说情都不行 遇见一些需要不拍的镜头也很简单 先给钱 她这样的行为让人感觉好像没有一点人情味 但其实郑玉玲是有这样做的底气的 她拍戏的时候 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 一定会做到双方都满意 绝对不会敷衍了事 所以她的口碑非常好 这也是不少导演能够容忍她的重要原因 有一次刘嘉玲跟她在一个剧组 两人在私下还是好闺蜜 但当刘嘉玲因为台词太多频频忘词的时候 郑玉玲直接说 你要是记不住词 你就回家 等到你看完剧本再来拍 这给刘嘉玲吓了一跳 然而却也深受影响 被郑玉玲的敬业精神所折服 此后拍戏的时候 也会想起郑玉玲对她的教导 总结纵观郑玉玲的一生 她活得清醒且独立 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 我从来没有花过男人的钱 但同时也是可悲的 父母失败的婚姻影响了她一生 两段恋爱长达26年 结果都没有走入婚姻殿堂 只能说每个人对生活的态度不同吧 郑玉玲这样的活法其实也不错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打扣 什么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